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欧洲远远未能成为乌克兰军火库 美菲在南中国海举行第三次联合军演 梅西球赛事件持续发酵 环石评论质疑有政治动机 中国人工智能攻克春节家庭聚餐时的难题 中国央视春晚今设新疆喀什分会场 请大家收看 欧洲远远未能成为乌克兰军火库 RFI法广 但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 专家一致认为 欧洲这些支持乌克兰的能力与所表现出的政治意愿不符 尽管欧盟国家提供了数十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但欧洲国防工业仍远未成为乌克兰的军火库 欧盟首席外交官伯雷利表示 自入侵以来 27个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28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并将在2024年提供200亿欧元 但德国总理舒尔茨敦促欧洲应做的更多 然而 如果欧洲人增加了国防预算并且有些国家 如法国总统马克龙 甚至宣布向战争经济过渡 那么去年只有9个国家将其GDP的2%以上用于国防 但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这三个欧盟最富有且拥有强大国防工业的国家则不然 国防经济学家雷诺、贝莱·Renovelace表示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洲国家并没有大幅增加预算 也没有像制造商下很多订单 防空或反坦克导弹、炮弹、大炮、工厂仍在满负荷 生产某些用于乌克兰的设备或补充国家常规备战库存 如果说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计划落后 欧盟计划在2025年生产140万枚 超过美国此时计划的120万枚 贝莱告诉法新社 欧洲的生产能力并非那么可以忽略不计 但它们相当分散 例如15家炮弹生产商分布在11个国家 而且它们根本不协调 贝莱说 满足乌克兰人的需求需要时间 因为我们还没有将自己纳入战斗时间 而且设备的制造也可能需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 德国智库DJP的克里斯蒂安、莫林、Christian Molling 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认为欧洲国防工业基础无法满足战时需求 他表示 冷战结束后产量削减的尽可能小 但现在失去了提高产量的能力 他指出 某些想要迅速增强军事资源的国家 也倾向于以牺牲欧洲工业为代价 青睐县城的采购 这些采购主要来自被视为其安全保障的华盛顿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与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称 2022年至2023年中期 27国采购的1000亿欧元武器中 63%来自美国 13%来自韩国 据法新社说 尽管布鲁塞尔努力鼓励各国之间的集体订单 但由于无法保证欧洲未来的活动 欧洲制造商仍然不愿投资于额外的产能 据波兰外交学院PISM专家分析 欧盟国防开支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其工业的加强 或者相反 是否会增加对华盛顿的依赖 这一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据法新社说 并非所有人都赞成欧洲战略自主权 特别是中欧和东欧国家 他们认为这没有经济利益 莫林先生认为 他们的国防工业无法为欧洲项目做出重大贡献 贝莱 Renold Bayles对此谴责说 每个国家都会在拥有国家强项情况下 推动这一国防工业发展 不幸的是 我们仍然处于民族自私的逻辑中 他还指出国防话语与预算限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他批评说 我们很害怕战争 但还不足以改变我们的逻辑 然而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马克 坎西安Mark Kenshin警告说 如果欧洲人不完全整合他们的防御力量 也不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运作 他们将永远无法与美国的能力相匹配 那么 想象一下欧洲人在乌克兰取代了美国人吗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一位乌克兰外交官透露 这需要时间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美飞在南中国海举行第三次联合军演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菲律宾军方宣布 菲律宾和美国周五2月9日 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上军事演习 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日趋紧张 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安全联系 在过去一年中急剧增加 这是菲律宾和其前殖民者 美国自去年11月以来 第三次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这令北京感到恼火 认为美国干涉了其后院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劳纳 Romeo Bronner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表明了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环境的承诺 并促进密切合作 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海上能力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 南中国海是每年超过3万亿美元商业航运的通道 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的部分专属经济区 中国通过庞大的海岸警卫部队来维护这些领土主张 而菲律宾指责中国的敌对意图 称其行动违反了国际法 中国责称是在保护自己的领土 路透社 梅西球赛事件持续发酵 环石评论质疑有政治动机 RFI法广 这位国际足球巨星上周日随所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 在香港与香港队有一场友谊赛 因受伤梅西在整场比赛中坐在替补席 为下场比赛引发球迷的愤怒 法新社报道说 为了一睹梅西的风采 球迷们花最高可达4800港币约合500美元观赛 超过3.8万人入场 梅西没有出赛 引发全场球迷嘘声不断 高喊退票 当麦阿密队共同所有人的贝克汉姆 试图向观众致谢时 球迷挥舞着拳头 大拇指向下向他嘘声奚落 而事件三天之后 麦阿密国际队转往亚洲之行最后一站东京 在周三对阵日本日直连神户胜利船队比赛时 梅西上阵踢了大约30分钟 因此更加激怒中国人 在周日比赛结束后就表示 要赛事主办方向球迷解释的港府 在日本的友谊赛结束后再发声 指梅西相隔三天 在日本活跃自如上阵比赛 做了不短时间的激烈运动 港人对此有不少疑问 希望主辩和球队能合理解答 中国人大港区代表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 香港立法会议员的霍启刚 在发表2800字的长文 批评梅西和麦阿密国际之后 2月7日晚间 在发微博长文 称麦阿密国际在日本的表现 是在香港球迷伤口上撒盐 不能就此事作罢 香港立法会议员 新民党主席叶刘舒怡 在他的X平台账号上 更是痛批梅西说 应该永远不让梅西再来香港 他的谎言和虚伪让人恶心 报道说 梅西及麦阿密国际防港 曾被港府宣传为 今年力推盛世经济的头炮 活动被冠以政府的 大型体育活动M品牌头衔 主办方Tiler Asia 本来按此项目 可获1600万港元港府赞助 最终因为梅西缺席比赛 而主动撤回赞助申请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 《环球时报》周三发表社论认为 事件是外国势力 合谋损害香港的声誉 提为梅西在替一场 事关诚信的比赛的社论中 形容梅西在日本赛场上的生龙活虎 这一比赛的情况 成被放大了外界对他和球队 搞区别对待以及其诚信的质疑 事件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 社论更指 外界对背后真实的原因 有许多猜测 有一种说法是 其做法有政治动机 香港有意打造盛世经济 有外部势力 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 从事态的发展来看 不能排除这种猜测的可能性 在为上场踢球 引发香港和中国球迷不满后 梅西在其微博账号 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发文说明 对因复古沟友商未能出赛 表示非常遗憾 希望有一天 还有机会回香港出赛 但没有提道歉 发文最后写到拥抱所有人 提前祝大家龙年大吉 美国曼阿密国际队当天也回应强调 曾尽全力安排梅西上阵 只因其身体状况不容许 强调球员受伤是足球的一部分 也希望将来再次防岗 在中国大陆 梅西事件成为一周以来网络热门话题 事件后 梅西的拥有813万粉丝的微博账号被复评爆满 情绪激动的球迷要求退钱 怒呛以后别来中国了 许多人表明要取消关注他的微博 在小红书上有人贴出 剪破梅西10号球衣的视频 微博更是出现大量嘲讽的评论和漫画 一些人将梅西化成日本皇军士兵的形象 讽刺他灵皮爱日本而非离中国 一位网民写道 梅西非常粗鲁和傲慢 这真的很令人讨厌 也有不少评论认为 梅西在东京球场上的表现再次打脸香港 把他在香港没有跟特首李家超握手 合照时到后排等解读位不合作或抵制举动 据报道 梅西事件后 主办香港比赛的公司决定 向入场人士退回门票一半款项 此外 梅西所属的阿根廷国家队原定于3月将到中国 与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进行友谊赛 两场比赛分别在杭州和北京举行 阿根廷方面在1月底确认了赛事 但在梅西缺赛事件后 外界关注赛事会否在压力下告吹 有报道援引《新京报》等中国媒体周报道称 中国足协已经暂停与阿根廷的相关合作 包括与阿根廷国家队 同时 中国足协官网也删除了与梅西有关的所有新闻 中国人工智能攻克春节家庭聚餐时的难题 RFI法广 一款由一组大学生开发的游戏 在短短24小时中 收集到如下的模拟问题 你谈恋爱了吗 什么时候结婚 你今年赚了多少钱 本周六 中国迎来龙年 数千万上亿的人正赶着春运的列车回乡 与亲人团聚 和家人一起庆祝春节 这款名为新年团圆的游戏 利用人工智能 在线了家人盘问小辈的传统场景 而大受欢迎 推出一周 就吸引了300多万个玩家 游戏的火爆程度 最终导致服务器瘫痪 游戏的创建者之一 21岁的王子月音逸表示 起初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款诋毁家庭的游戏 但后来人们意识到 可以用它来找到如何与亲人沟通 并让他们快乐的方法 游戏中的角色包括10个家庭成员 他们或多或少的 都会迁就或干涉玩家 如果玩家的回答被认为过于直白 或在工作或婚姻前景方面不尽人意 可能会被游戏贴上自私的标签 或被指控抛弃家庭 不过 游戏中的虚拟阿姨 也会提供诸如小心开车 或注意保暖之类的建议 游戏有不同的关卡 玩家必须顺利地通过八个叔叔阿姨的考验 才能到达最可怕的关卡 及父母的一关 一点人情味 对于王子月来说 这款游戏的理念 首先是鼓励两代人之间的交流 他说 我们希望在春节期间 为年轻人带去一点人情味 帮助他们理解亲人的爱和关心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款游戏也是一种宣泄 用虚拟的方式告诉家人 自己真实的想法 产品经理史洪杰英译说的传统上 玩家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会导致不满情绪的累积 很容易在某一天爆发 现在 则可以向人工智能发泄 这样回家后更容易与家人沟通 一些玩家表示 他们对游戏的逼真程度感到惊讶 其中一位在社交网络小红书 类似于中国的Instagram上说 经过八轮提问 我紧张得满头大汗 其他玩家则在体验中 找到全新的情绪安抚 其中一人在虚拟的母亲身上 找到了安慰 今年我不能回家 所以这让我很感动 据创建这款游戏的学生组组长 于林峰 音逸介绍 父亲在14年前 去世一名玩家在体验了这款游戏后 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玩家告诉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 和家人进行这样的对话了 中国央视春晚 今设新疆喀什分会场 RFI法广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称 今年除夕夜春晚节目 将在北京主会场与新疆喀什 辽宁沈阳 湖南长沙 陕西西安 四个分会场一起举办 在新疆喀什设春晚分会场 是春晚举办41年来首次 喀什地委副书记塑造兵还特别强调 在新疆喀什设立春晚分会场 是新疆的大事 也是中宣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深入推进文化润江的务实举措 该报道引述星岛日报今天称 喀什位于南疆地区 是江独活动较严重的地区 以前春晚也曾在乌鲁木齐设分会场 但在南疆地区设分会场 则是首次 有分析认为 其显示当地的治安环境已有大幅改善 也是对西方媒体报道新疆现况的反击 美媒 普京更网红 在漫无边际的采访中 几乎不让卡尔森插嘴 RFI法广 据《华盛顿邮报》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 Vladimir Putin 在接受美国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卡克 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两小时采访的前30分钟 就俄罗斯和乌克兰 苏联解体 和北约扩张主义 发表了修正主义性质的长篇大论 从那时起 普京在卡尔森打断时 对该美国人进行警告 普京接着就乌克兰战争 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记者埃文 格什科维奇被监禁的案件 甚至人工智能等问题 发表了五段的评论 采访结束时 很明显 普京显示 无意结束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 但去年被福克斯解雇的卡尔森 似乎准备投降 普京提出继续谈话 卡尔森显然对这位俄罗斯领导人 冗长的阴谋论 和对西方的不满 感到精疲力尽 他向普京表示感谢 并结束了这一采访 《华盛顿邮报》称 这个采访与他一直吹捧的 网红影响相去甚远 分析人士表示 普京选择与卡尔森交谈的部分原因是 他对卡尔森的好感 因为这位前福克斯主持人 多年来一再驳斥对普京的批评 以及在选举年 想投机吸引更多共和党人 这可能会增加特朗普连任的机会 并说服共和党人 继续阻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卡尔森在采访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保持沉默 他或者看上去很困惑 他没有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地区 或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 提出任何问题 这些袭击已造成数千人死亡 没有提及俄罗斯领导人 面临的战争罪指控 或强迫驱逐乌克兰儿童 也没有涉及 俄罗斯对普京批评者 进行全面政治镇压 或对举行反战抗议的普通俄罗斯人 判处长期监禁的问题 相反 网红卡尔森提出了越来越深奥的问题 包括该领导人是否可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有时似乎新刺激普京来指责 美国存在深层政府意图 并宣扬网红本人的阴谋论 有几次 当卡尔森试图插话时 他遭到了普京的斥责 我告诉你 我正打算这么做 本次采访即将结束 这可能很无聊 但他解释了很多事情 普京以居高临下的语气 对美国网红说道 普京在接受卡尔森采访时的主导地位 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 此前受到奥地利新闻主播阿明 沃尔夫的采访拷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阿明 沃尔夫 在2018年采访中通过多次逼问挑战普京 并让普京处于首饰而赢得了赞誉 卡尔森本人似乎也承认 采访一位日益隐居的独裁者所面临的挑战 普京这位独裁者 有着24年回避问题和主导采访的历史 卡尔森后来在克里姆林宫的镀金前厅里 回忆起这次采访 他说采访的开始就让他感到惊讶 他们漫无边际 砍聊俄罗斯几百年的历史 卡尔森表示 他认为普京没有连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但他感觉到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因西方的拒绝而受伤 在漫长而漫无目的的采访过程中 这位俄罗斯领导人重复了他为入侵乌克兰所提出的理由 包括乌克兰的去纳粹化 据该报说 普京对塔克·卡尔森的采访透露 显示克里姆林宫与特朗普的共和党进行接触 普京曾一度严厉警告西方 不要派自己的军队去乌克兰作战 然后又想知道为什么美国要干涉这场冲突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还表示 华盛顿应该愿意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以结束战争忽略了基辅不会同意的明显事实 普京说 好吧 如果有人希望派遣正规部队 那肯定会把人类带到非常严重的全球冲突的边缘 这是显而易见的 普京在采访中威胁称 美国需要这个吗 做什么的 距离你的国家领土数千英里 你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吗 你们在边境上有问题 移民问题 国债问题 超过33万亿美元 你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吗 那么你应该去乌克兰作战吗 与俄罗斯谈判不是更好吗 达成协议吗 美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坠毁五名军人死亡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军方周四2月8日确认 在南加利福尼亚一场直升机坠毁事故中 五名海军陆战队源遇难 美国当局表示 一架CH-53E超级熊马直升机 于周二晚上在圣地亚哥东部的山区偏远地带松古 Pine Valley坠毁 事故处理最新进展 海军陆战队表示 正在进行搜寻坠机受害者遗体的工作 并且已经启动了调查 该飞机原计划从美国内华达州克里奇空军基地出发 飞往位于加州圣迭戈县的米拉玛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美军第三海军陆战队航空团指挥官伯格舒尔特 Michael Borsholt少将在声明中表示 我怀着沉重心情和深切的悲伤 宣布失去五名杰出海军陆战队员的消息 在一份声明中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对这些军人的丧生感到心碎 拜登说 我们向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中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们哀悼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五位勇士的丧生 他说 今天 当我们哀悼这一身重的损失时 我们纪念他们无私的服务和最后的牺牲 并重申我们对所有服役军人及其家庭承担的神圣义务 一连串致命事故 过去几年里 美国军用飞机发生了一系列致命事故 包括2022年1月底 一架F35战机在南中国海域参加军演时坠毁航母甲板 去年11月末 一架V22鱼鹰轻转悬翼飞机在日本海岸外坠毁 造成8名军人死亡 同月早些时候 一架UH-60直升机在地中海的一次训练演习中坠毁 5名军人死亡 另一架鱼鹰飞机去年8月份在澳大利亚坠毁并起火 导致三名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去年4月份 两架直升机在从阿拉斯加一个偏远地区的训练任务返回时相撞 造成三名士兵死亡 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 乌军新司令 要改革军队更新打法 打赢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 RFI法广 乌克兰军队新任总司令亚历山大 希尔斯基周五 今天在他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呼吁改进军队 以便乌克兰能够赢得战争 他在电报群Telegram上写道 只有改变和不断改进战争手段和方法才能让我们取得成功 乌军新军头还呼吁共同走向胜利 据希尔斯基分析军情称 新的任务已提上一程 首先 要对所有军队机构部门的行动进行清晰和详细规划的问题 同时考虑到前线对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最新武器的需求 法新社说 乌克兰军队缺乏弹药 而自2023年夏天乌克兰反攻失败以来 西方军事援助也大幅减少 希尔斯基说 快速、合理地分配和交付作战部队所需的一切军用物资一直是 仍然是军事后勤的主要任务 这位将军还保证 减少人员伤亡是他的首要任务 此前乌军士兵们批评他对士兵的生命安危不够关心 但他说 士兵的生命和健康始终是 并且仍然是乌克兰军队的主要价值 但他承诺更好的训练作战部队的军人 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 希尔斯基昨天被任命为乌军总司令 接替颇受欢迎的瓦列里扎卢日尼将军 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经过两年的战争有必要做出改变 而前线战况似乎已被冻结 乌克兰军队也面临着压力 乌军缺乏兵源和弹药 周五 扎卢日内将军被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授予乌克兰英雄勋章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